各位朋友大家好 刚刚介绍完反式脂肪酸 如何影响我们心血管疾病 现在就要跟大家讲一下 不止心血管疾病这么简单 还有其他的疾病 而且不止是老年人 或者是中年人有心脏病的危机 其实反式脂肪酸 由你在胎里 直到老每一个年龄层都会影响 现在跟大家分析一下内容 反式脂肪 亦称为反式脂肪酸 可以提高坏的胆固醇LDL水平 降低好的胆固醇 已经分析过坏的胆固醇 会令血管窄了 好的胆固醇会将坏的胆固醇 带回肝脏 如果好的低 坏的高 那你就容易有这个心脏病 而心脏病是成人的首要 致死原因 反式脂肪酸涉入越多 患心血管疾病 蜀中和 二型糖尿病的风险 越来越大 现在跟大家讲一下 不同的年龄层 这个反式脂肪 怎样影响它呢 首先我们 从儿童和青少年开始 这个反式脂肪酸 会损害大脑的发育 甚至会影响你的行为有障碍 至于你怀孕期间 那个孕妇 和产后暴雨的母亲 他会吸入反式脂肪酸多的话 就会损害到这个 怀孕期的胎儿 和你 暴雨期间的婴儿的大脑发育 第三 就是你的年龄层是可以受孕的 欲宁青年 这个反式脂肪酸 是可能 导致 男性的精子 以上 女性流产的风险 是会增高的 第四种就是心脏病的患者 研究就表明 这个反式脂肪酸 涉入量过多 可能引起这个LDL 是升高 而 这个好的胆固醇 HDL是降低 这样就是 增加了患 动物触样硬化 和观心病 心脑血管的疾病风险 第五就是 神经系统的患者 这个反式脂肪酸 是会伤害神经的组织 和它的功能 第六就是 糖尿病方面 因为 这个反式脂肪酸 会增加 胰岛素的抵抗 容易诱发这个糖尿病 或者已经是糖尿病的患者 再吃多些 就会加重了病症 最后就是 长者 反式脂肪酸 会导致大脑的机能衰退 这样就会加速了增加老年人 或老人 痴外这个风险 所以这一样 那么恐怖的 反式脂肪酸 其实是由胎儿 影响到我们 老的 知道它那么严重之后 真的要忍忍 不要吃那么多这些 对于我们 百害而无一利的 反式脂肪 祝大家吃得好 身体更健康 多谢你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